好 同学们 前面我们已经消费了十块钱咯 下面来进行我们的新的消费 那就是另外的十块钱 就是我们等比数列求和的三个公式 那等比数列在我们小学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列 它的重要性呢 不亚于等差数列 OK 我相信等差数列同学们已经掌握得非常非常熟练了 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去卖弄 对不对 我也不好意思再讲了 你也不好意思再听了 对不对 因此我就讲另外这个东西叫做等比数列 好吧 累死我了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等比数列首先认识一下 有些像这种叫等比数列 你看 三 六 十二 二 四 公比就是二 对不对 两倍关系 对吧 它是它两倍 它是两倍 公比 Q 用Q来表示就等于二 那首相是不是就三了 好了 那么像这种呢 它说每一相与它前邻居的比相等叫等比数列 那么包括一些基本名词叫首相 末相 相数以及公比 公比呢 用Q来表示 那公差用什么呢 那别忘了公差用字母D来表示 对不对 在等差数列里面还记得住吗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就是等比数列求和的三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等比数列它怎么去求和呢 有三个方法 大家记下 简单回忆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简单回忆一下 第一个 公式法 就像我们的等差数列求和有首相加末相一样 我们这里呢 是怎么样呢 数列和S等于什么 等于A1就是首相 乘以谁 乘以1-Q的N次方 除以多少 1-Q 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1-Q 在这些同学们 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这种情况下 这个公比Q是不是要小于1的 是不是要小于1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有个等比数列 2分之1 4分之1 8分之1 不断地下去 这个等比是不是就2分之1 你看 后面是不是前面的一半 因此Q是不是就等于2分之1了 对吧 好 但在这里你会发现 Q如果大于1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就反过来呗 上面是Q的N次方-1 下面就变Q-1 明白什么意思吧 当他Q小于1的时候 那么两上下都是1-他 如果是大于1的话 就反过来 他-1-1 OK 好 这是公式 但这个公式呢 说实话在小学阶段 是不做要求的 因为到了初中到了高中 同学们还会具体地学习 OK 第二个方法呢 叫做错位相减法 错位相减法 同学们回忆一下 对吧 错位相减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根本的方法 任何等比数列求和 都可以用我们的 错位相减法来搞定 明白吗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搞定 这是错位相减法 第三个比较特殊 叫借来还去法 借来还去 有借有还在借 也不是很难 对不对 借来还去法 这个呢 只针对它的公比是二 或者二分之一 明白吗 公比 公比为二 或二分之一 这种情况 才适用这个方法 因此我们发现呢 没有任何局限的 当然是这两个方法 对不对 有这两个方法 其中我认为同学们 要着重掌握的是 第二个叫错位相减法 OK 好了 这三个方法 如果同学们觉得 有什么东西 还不够熟练的话 那么同学们可以去我们的数学交站 看一下修行老师的共享资料吧 OK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道题目 说一加三分之一加三的平方问题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等比数列图 怎么办呢 第一套公式 第二 错位相减 第三 没有了 因为它公比不是二 也不是二分之一对不对 它公比是谁 后面是不是前面的三分之一 后面是不是前面的三分之一 对不对 好 我们套公式 第一步 S等于谁 由于这个Q啊 等于三分之一 它是不是小于一 因此我们就用 刚才给那个公式 对不对 就是A1 乘以1-Q的N字方 再除以1-Q 对吧 等于谁 A1是谁 是不是1啊 A1是1 乘以1-Q Q是不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几次方呢 大家看一下哦 有几个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不是零次方 对不对 算了零次方 那么 有几个数字里 这不是六个哦 看清楚哦 这是七个 对不对 因此这是七次方 这应该中号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下面呢 就1-3分之一 把它算出来 So easy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好了 这我怎么写的F1了 对吧 这是F对不对 F 好了 这个公式法 另外一个呢 叫错位相减法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解题过程 OK 这个公式法是白送的 错位相减法 才是要钱的 大家来看一下 关键部分哦 好 Let's go 我们来看一下 先想想那就是 秀卿老师那句话 叫全国上下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女 有牙的没牙 都来想想有什么方法 我们已经说过了 两个方法 对不对 1公式2错位相减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错位相减法 大家看一下 令S等于 不不不这一串 它是不是要就 就求这一串啊 我假设这一串就是F 好吧 这个时候错位相减法呢 就要乘以我们的公比咯 公比是不是三分之一 当然你乘以三也行 乘以三分之一也行 因为这个等比数的 反过来它公比是不是就三 顺的来公比是三分之一 那反过来是不是就三 因此在这里 就像老师让它乘以三 OK 没有问题 让它每一个都乘以三 那么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就可以相互抵消咯 对不对 你看 这一串 对吧 这一串 跟这一串 是不是可以相互抵消了 因此我用下面减上面 对不对 为什么不用上面减下面呢 因为这个S减不了 三个S 对不对 因为下面减上面 是不是变成 左边就变多少 两个S了 是吧 它减它两个S 那它减它呢 它跟它死掉了 对不对 没了 是不是变成三减它 对不对 因此三减三的六次方分之一 是不是 因此我就可以把S给求出来了 听明白了吗 OK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过程 因此 S 出来喽 这是一个比较恶心的答案 对不对 但是同事们要放心 就要你的方法正确了 答案再恶心 我们也可以认 因为它就是我们想要的正确答案 OK 好了 那么第二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同事们 你听明白了吗 好 同事们 前面我们已经消费了二十块钱 对吧 消费的怎么样呢 是不是挺爽呢 对吧 我相信很多同学已经开始超额的完成任务 对吧 好了 下面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 叫做第三个模块 值五块钱的一些常用公式 以及我们的技巧总结 不要小看这五块钱哦 少了它 我们就不完美 对吧 好 来看一下 包括这些第一 等差数列的衍生公式 等差数列刚才我没有讲 但是我们现在来 把一些重要的公式 给它总结出来 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连续 奇数核的 式子 等于谁 你看 一 三 五 七 不断加 加到最后是不是二N加一 对不对 二N加一 再次N是不是从零开始 对不对 N从零开始 你看N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一 是吧 N等于一的时候 二乘一加一 是不是等于三 对不对 N从零开始 它等于谁呢 等于N的平方 就是个数的平方 明白啥意思吗 就是个数的平方哦 我们来理解呢 就是从一开始的连续基数核 等于个数的平方 明白 注意哦 等于个数的平方 很好理解吧 有多少个 比如说加加加加加加 加多少个连续基数呢 我加一百个 好吧 核就等于一百的平方 这个证明我们在这里 就不去细说 OK 记住 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个 下来第二个呢 就是 一二三 一直加到N 然后呢 又不断地往下走 等于前呢 等于中间数的平方 就叫爬坡数列 就像一个呢 爬到坡 爬到坡顶 然后呢 又下滑 明白啥意思吗 你看 一二三 N-1 到N的吧 对不对 然后就N-1 然后呢 二 对不对 这个叫爬坡数列求和 爬坡数列求和等于谁呢 就等于最高峰 这个数到平方 明白啥意思吗 那我们的理解就好说了 对吧 那就是自然数 爬坡数列求和 等于三顶数到平方 好吧 好了 同学们这个 你能明白吗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一道题目来测测同学们 刚才到底是真明白 还是真不明白 好吧 好 同学们一会儿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同学们下面来到 我们的测谎仪环节咯 看一下刚才 同学们是真明白 还是真的不明白 好 来看一下下个题目 来测一下同学们咯 所以这个式子 的结果等于谁 我们看它的分子是 1加2加3 就加到1000 然后往下减 这是一个什么 对了 爬坡数 对不对 我爬呀爬爬爬爬 对不对 等于谁 分子就等于 中间这个数的平方 是不等于1000的平方 对不对 而分母是一个 什么数列呢 对了 它是一个 连续的 奇数核 对不对 我们看它 个数是不是就可以了 都不用套我们 求和公式 对不对 太爽了 对吧 实在太刺激了 对吧 等于谁 这里有几个奇数 老师我不知道 好吧 1000个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一到2000之内的 技术是不是一样多了 因此也是1000个 那就等于谁 1000的平方 是等于个数的平方 对不对 那因此教题等于几呢 等于 你做对了吗 好吧 老师我必须对教题 要再不对话 我就直接 让秀琼老师把我拉出去放血 对不对 好吧 不许这么吓人 对吧 虽然秀琼老师在面书班 常说这句话 但是呢 我怕面书班 学生是习惯 但是 就是网上学生不习惯 说被我拉出去放血 吓死了 对不对 好吧 其实不是真放血 大家放心 OK 好 这条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不对